辽宁舰编队再次出发西出太平洋了 辽宁舰编队出太平洋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至少应该出去过四次了 但是这次不一样 如果说过去是以训练为主 执勤为辅的话 这次应该是以执勤为主 训练为辅 因此这次辽宁舰编队携带一艘055 三艘052D 一艘052C驱逐舰 及一艘054A 一艘综合补给舰共八艘舰远航 至少有三大看点 一是有可能与美国林肯号航母同框 根据美国海军协会官网 5月2日发布的美国海军最新的舰艇 追踪动态显示 林肯号航母编队目前正在 菲律宾旅宋岛以东300海里的洋面上游弋 编队有四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水面舰艇的 垂直发射导弹数量有380多个 在垂发数量上与林肯号航母编队差不多 目前中美航母编队之间的直线距离 不足1000公里 已经处在双方舰载机的打击半径之内 辽宁舰编队上在南下中 中美航母之间的直线距离还会逐步拉近 双方同框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由于在海军节期间 中国官方发布了055驱逐舰 发射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视频 美国有没有可能对中国辽宁编队中的 055驱逐舰做出某种反应 这是件饶有兴趣的观察点 二是可能与日本处云号航母 存在更加密切的接触 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了 刚刚改装F35B上舰的 处云号航母跟踪监视 日本派出的P1和P3C巡逻机 已经拍摄到了 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上起张的画面 现在还不清楚 处云号航母有没有携带F35B出海 如果处云号这次携带了F35B出海 标志着处云号已经形成了航母战斗力 这是中国需要密切关注的 那就有可能出现中国歼15与日本F35 立在空中同场竞技的情况 当然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难得的锻炼和测试的机会 如果处云号没有携带F35B 说明它还没有形成航母战斗力 不管怎么样 我们得到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出 云号航母最新情况的机会 三是辽宁舰训练的具体海域 是不是是更加具有反台独的针对性 一个时期以来 美国派出六名议员窜访台湾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台独组织炒作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合约 鼓噪台湾地位未定论 散布两岸互部隶属言论 台独分裂活动越来越猖獗 辽宁舰编队针对台独分裂活动 在台海周边 特别是在台湾东部海区进行对海 对空岛弹尸弹射击也存在某种可能 据媒体报道 台军前参谋总长黄曙光日前称 解放军第三艘航母成军之日 很可能是对台动武之时 黄曙光认为 美军分析解放军可能在2027年攻台的说法有其根据 台方应行速台海防卫作战 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重要性 让美日及东亚等国理解 台海作战将攸关各国利益 才能提升台湾的战略地位 他首次透露 自己担任台海军司令 时曾应邀到夏威夷出席典礼 由美方将领问及大陆打台湾的时间点 他当时告诉美方 至少要等12比15年 大约就是2027年 当时解放军只有一艘航母 辽宁号 这几年又多了山东号 六年后应有第三艘航母 换句话说 第三艘航母建好 可能就是犯台时间点 但另向关键则是美军在太平洋的战力消长 也关乎大陆动武时机 作为台委高官 黄鼠光的相关言论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重要的是 美国方面也这么判断 那就更不是说说而已了 也就是说 到2027年 第三艘航母一旦建成 大陆很可能就会启动收台进程 如果真是如此 那感情也不错 到时候可以坐着高铁去台湾 到日月潭转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